大家好,我叫周建南,来自中国澳门。 今年是我在天津大学的第四个年头。 高中的时候,我从老师那儿了解到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,天津大学。 浓厚的历史沉淀和时事求是的校训都吸引着我。 毕业后,我选择远离家乡,成为一名天大人。 初到天大,我便爱上了这里。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百年学府深厚的历史地狱和热情。 行走在北洋园中,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 在这里,老师们教学认真,同学们刻苦努力, 让我有种莫名的动力去和大家一起奋斗。 然而我的基础不够好,科业压力很大, 再加上我比较内向,因此也没有什么朋友。 此时,我加入了学生电视台这个社团。 在这里,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。 在选试的两年里,我们一起工作, 一起举办活动, 一起外出春游。 不仅让我掌握了很多的技能, 也交到了一群志同道法的朋友。 在我这个天大人的影响下, 比我小两岁的弟弟, 也对这里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和期待。 去年,他也和我一样来到了天津大学。 不过,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。 他在自动化学院, 我在建工学院。 魏京路和北洋园两个校区, 繁忙的学业让我们很长时间才能够见到一面。 不过,这也够了。 我们心里都牵挂着彼此, 一起在天大共同奋斗。 我身在中国澳门, 四岁的时候, 澳门终于回归了祖国的怀抱。 我们和澳门一起共同成长, 同时也见证了澳门回归祖国后的飞速发展。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第二十个年头。 我也即将毕业。 我希望把在天大所学的带回澳门, 为澳门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, 让我的家乡、我的祖国能够越来越好。 同时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澳门学子能够来到这里, 来到天大, 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。